加油好菜!烹调食譜 今次介绍的是竹生真菌和牛卷 材料方面有和牛西蘭500克 竹生100克 鲜冬菇、金菇、鸡腿菇、瘦珍菇各80克 葱花15克 榨蒜片5克 调味料方面有 糖、盐各5克 蒜蓉5克 生粉20克 胡椒粉小许 麻油5毫升 韩式烧肉汁150毫升 在一般超市便可买 事前准备方面 先做浸发竹生的程序 用清水洗净后 再用凍水浸发至软身便可使用 其他菇类食材 则切断或切幼条 再用清水洗净 浪干后便可备用 黄牛西蘭应该先放在冰格 等用的时候才拿出来 做法方面 我们先将黄牛西蘭刨成薄片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将竹生切成段 大约2寸长 用清水浸发后再用上汤灼熟 关火后将竹生留在上汤中等它入味 加热了锅 放少许油 鲜爆香蒜蓉 和已切好的鲜冬菇 金菇 鸡腿菇 瘦珍菇 加入调味料 盐 糖 胡椒粉 麻油 将它炒至软身 收火后便可放在碟中 摊冻 将竹生的上汤隔去 连同金菇 冬菇 瘦珍菇 一起去封干 在冰箱拿出耳刨好的黄牛片 拿一片放在碟上 放上炒好的珍菌 和一片上汤竹生 然后慢慢卷 在黄牛卷收口的部位 沾少许的生粉 令它更黏贴 之后剪的时候便不会散开 重复以上步骤 至到所有黄牛卷好 将卷好的黄牛卷 用长竹签串好 每四件一串 上面撒少许的生粉 平底锅加热 放少许油 然后将串好的黄牛卷 以中火煎至六七成熟 拿出 烹走长竹签 将韩式烧肉汁放在平底锅度加热 加入葱花 最后将煎过的黄牛卷 放入去和烧汁一起煮 将烧肉汁煮至稠身 就可以收火 然后将黄牛卷放在碟上 放上葱花和炸蒜片作为装饰 这样就完成了